来吧兄弟们,随着天气的逐渐变凉,海里的皮皮虾是越来越多,他们都在打凳,安置新家,准备要过冬了。 有的老铁第一次见到皮皮虾打凳,哇迪妈的,那个速度的,进来反手就是一个双鸡,加一块肉,看我正在直播。 八爪鱼的天性就是爱钻凳,今天咱们去赶海发现了一只八爪鱼,满足一下老铁的要求,把它放在瓶子里,看看它会不会钻凳, 嘿嘿嘿嘿,翻进去了,嘿嘿嘿,祝双鸡关注的老铁,幸福美满,下午1点,赶海直播。 哈喽,朋友们,这个东西我们当地人叫海粒子,你们那里叫什么?吃过的扣1,没吃过的扣2,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吧, 如果此时你正在浏览这个作品,刚好你的手机也有电,而且信号还不错的话,那么请留下一个双鸡,加上一个关注。 老铁们,正在挖的这个东西我问过渡娘了,但还是没有答案, 你们有知道的吗?一定记得告诉我,进来的朋友,不管你有没有开通直播权限,请留下一个双鸡,加上一个关注,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你账号的权重,我以后的作品上热门奠定了一个基础。 兄弟们,咱们今天一走到海边呀,发现了这遍地满满的全都是被冻死的面条鱼呀, 我这一看呀,吓得我这个全身呀,这咄咄嗦嗦的,嘿嘿,这有的老铁一进来呀,看到我全身咄咄嗦嗦的, 他也咄嗦嗦嗦嗦啪,就是一个双鸡加关注,看我每天赶海。